赶紧踢啊 你们会不会踢足球啊 你们没吃饭吗 在家把劲就可以踢进门了 赛罗 你拿搞来这么大的足球 大就算了 还这么重 根本踢不动啊 是啊 脚都踢麻了 再踢就变天残脚了 正当他们踢个足球的时候 泽塔急急忙忙地跑来了 不好了不好了 赛罗失不出大事了 黑暗扎机又把小赛罗带走了 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踢足球 快想办法救小赛罗吧 没关系 我的儿子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欺负呢 上次黑暗扎机都被小赛罗气哭了 你忘了吗 以小赛罗的智商 十只黑炸机也不是他的对手 好像也是 估计黑暗扎机现在已经哭了 走吧 赶紧开上我珍藏已久的牛车 看看今天黑炸机有多倒费 赛罗师傅 为什么你的牛车还要我推才能走啊 我要推不动啊 你想快的话 那就使劲推吧 关键是他一直放屁啊 很快就要把我臭死了 泽塔 你再忍忍 这头牛今天吃坏肚子 你再闻一闻就习惯了 小赛罗 上次你吓跑了我的大力水手军团和狗头军团 我承认你很强大 但是 今天我创造了一个新的恶狼军团 是我专门为战斗而建造的武器人 他们没有人类的情感 是一台无情的战争机器 他们对战斗毫无畏惧 一定会把你们奥特曼打得落花流水 你们光之国就等着被我的恶狼军团摧毁吧 这个恶狼军团真的很酷 但他们真的那么强大吗 我有点不相信 让我来测试一下他们 恶狼你们跟我来 饥饿的狼大哥 你们一定饿了吧 你们面前的大汉堡是超级美味的 你们肯定没吃过 快吃吧 恶狼军团听后开始狂吃 第一次吃这么美味的汉堡 他们根本停不下来 黑暗闸街 你的军团是一个真正的恶狼军团 他们真的很饿 看我几个汉堡就搞定他们了 天哪 有没有搞错 你们都是我创造的武器人啊 你们不需要吃东西的 快停下来 还想吃更多的大汉堡 就跟你们身后的赛罗蛋仔走吧 恶狼军团为了大汉堡 毫不犹豫地跟赛罗蛋仔走了 恶狼是真的饿啊 小赛罗太牛了 爸爸今晚再奖励你十个爱心蛋糕 小赛罗太聪明了 泽塔哥哥奖励你一百朵花 别骄傲 小赛罗别得意 我还有最后的杀手锏 小赛罗你看 他们是我从别的星球抓来的 他们的嘴很锋利 什么都能咬 咬你们奥特曼更是一口一个 等着他们把你们光之国度咬成碎片吧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张大嘴真的那么强大吗 黑暗扎剑 你不会又再自夸吧 那我就再来测试一下 大嘴豹军团 黑暗炸鸡 有很多美味的羊肉串 都是你们爱吃的 你们快去吃啊 你们做什么 你们怎么能听小赛罗的指挥 我是你们的老板啊 冲啊 不要咬我 黑暗炸鸡 你研究的军团简直弱爆了 我都不想帮你测试了 我要回家吃饭了 拜拜 不好了不好了 赛罗叔叔 小赛罗有危险 您快点去救小赛罗 什么 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小赛罗今天在一起练习飞行 忽然听到一声怪兽的叫声 前面好像有怪兽的叫声 过去看看 怪兽的叫声好像是里面传出来的 应该就是这里 走 咱们进去看看吧 还是别了吧 要是真有怪兽 恐怕咱们也打不过 无试试怎么知道打不打得过 再说 咱们先去看看 再决定也不迟 还是回去告诉赛罗叔叔吧 万一被怪兽发现咱们 你要是怕 你就先回去吧 小赛罗 小赛罗 小银河快走 就这样 我就回来通知您了 赛罗叔叔 你赶紧去救小赛罗吧 好 你在这待着 我去找小赛罗 赛罗二话不说 别忙来到事发地 前去解救小赛罗 小赛罗我来了 别怕 赛罗你终于来了 我在这等你很久了 把你的奥特勋章交出来 我把小赛罗还给你 怎么样 你口气还挺大 都臭得我张不开眼了 你看你的牙齿 又黄又稀疏的 跟个榴莲似的 你 也你你你的吧 赶紧回家 该洗的洗 该刷的刷 我给你拼了 来啊 臭榴莲 你 牛皮 赛罗这嘴也太厉害了 直接把怪兽骑晕了 这里还有怪兽 他们应该是冲着奥特勋章来的 你先把我的奥特勋章带走 等我解决这里再去找你 快走 好 你一定要小心 小赛罗带走了赛罗最重要的奥特勋章 其实这一切都是个陷阱 早就在外面等着的贝利亚 得知奥特勋章在小赛罗手上 立马就追了上去 哈哈哈哈 赛罗 你的奥特勋章让他拿走了 就不怕我今天把你留在这里吗 你是什么牌子的垃圾袋 这么能装 你 你也想气我 别以为我会跟戈尔赛一样笨 我可没说你笨 是你自己说的 饶死 你是什么品种 怎么这么凶 蛤 蛤 这么有大商量的 带过去 特勋章 怎么办 是你都从严重中 本来 Date 我听到你 可不出门的 可是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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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成玩具一样扔了出去 小赛罗已经伤痕累累了 但是仍然没选择飞走 还想着无论如何都要拖到赛罗过来 只是赛罗目前还在与海阔结盾战斗呢 估计一时半会也赶不过来 难道小赛罗要牺牲在这了吗 就在这时贝利亚出现了 巴特拉住手 本大爷来了 看本大爷闪亮登场 风头有点晕啊 大家不准发狗头嘲讽我 不然我买大汉堡给你吃 小赛罗你先走 巴特拉交给我 小赛罗想不明白 贝利亚突然出现 而且还帮他 难道贝利亚变好了 也不知道贝利亚湖里卖的什么药 小赛罗只好先退到一边 看看贝利亚到底想干嘛 贝利亚也不客气 直接上手 一拳就击飞了巴特拉 冲上去又一击上高拳 别说 贝利亚真有两下子 把距离拉远 再来一招 这回巴特拉生气了 起身就朝贝利亚来一个雷击 把贝利亚电程被老黑 一次不过瘾 再补下 贝利亚起身 撒腿就跑 刚才的嚣张气息全没了 瞬间打脸 贝利亚很快就来到了小赛罗这里 直接开口道 小赛罗 快把赛罗的奥特勋章给我 我变身后 才能打败巴特拉 你们觉得 应该把奥特勋章给贝利亚吗 小赛罗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勋章给了贝利亚 小赛罗 小赛罗你上当了 你还是太闷了 其实巴特拉是我的手下 我只是演戏给你看而已 从今往后 赛罗再也不是我的对手 就在这时 解决掉海破截盾的赛罗 终于赶到了 快回去疗伤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 贝老妃 看看这是什么 小赛罗给你那个奥特勋章是假的 这个才是真的 你 赛罗你算计我 如果不是你心怀不轨 你又怎么会中计呢 贝利亚倒地后 赛家直接发起了进攻 神秘四奥之一的赛家果然牛皮 巴特拉虽然很强 跟赛家相比还是差了点 但是脸皮是真的厚 赛家打了9981拳 也不见有什么效果 然后来了一记雷电毛毛虫 这击我给赛家打99分 然后赛家聚集了全身能量 释放出最强一击